欢迎回来 春节期间歌手林俊杰回到新加坡跟家人团聚 休假期间也拜访她的好朋友孙燕姿 两人合体挑战包水饺 但林俊杰一下子把水饺粘在桌面 一下子又把面皮赶太厚了 让孙燕姿忍不住大亏 去唱歌吧你 让粉丝笑翻 幸好最后下锅后 两人对成品都还挺满意的 还开玩笑说要一起开一家饺子店 随口一唱也好好听行走的CD林俊杰 这回和同样在新加坡的孙燕姿合体 但不是要合唱 而是要来挑战亲手包饺子 不过JJ的手艺似乎不太妙 她已经粘住了 拿不起来了 你去唱歌吧你 看看JJ一下把整个饺子粘在桌上 一下又把面皮赶得太厚 连孙燕姿都看不下去大亏 去唱歌吧你 让粉丝看了都少翻 你的皮真的是太厚了 你看它 你这个吃啊你吃啊 好累啊做了三个 林俊杰回到新加坡和家人团聚 趁着春节休假期间 探访好友孙燕姿 包水饺上征元宝 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 虽然过程不太上手 不过好在下锅后还有模有样 我可以有咖啡一点 好吃耶 那还可以耶 真的好吃啊 两人对煎饺成品很满意 还开玩笑说要一起开饺子店 而林俊杰也透露 这次回到新加坡 打算待久一点 好好和家人相处 粉丝也期待 两人还有机会再联手 推出更多精彩作品 记得终合报道